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杜鹼花 当我们的杜鹼花已经开花了 到底能不能给它施肥呢? 有些花友一味地认为 当杜鹼花开花必须要停止给它施肥 如果这样的做法呢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因为当杜鹼花开花的时候 它开得不及前 也就是零星散地开 绿绿续续地开 这样的话它需要的养分是比较大的 必须要源源不断地供取养分 才能让这些花苞生长得庞大 才有利于开花快 而且它的品迹更加好 杜鹼花虽然它开得非常多 但是这边的枝头还有非常多 没有开放 如果这时候你给它停止施肥的话 那么它的养分供取不上了 就会导致它生长受弱缓慢 严重的话出现干枯掉包的一些现象 如果像这种刚开始零星散地开了一两朵 那么这里还有非常多的花苞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些零钾肥 也就是像这种高零高钾肥的零酸二青钾 给它喷湿或者是交换 这样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像这种已经开得非常旺盛了 可以给它使用这种蒸根撞花营养液 它是一种微生物有机肥 既可以蒸根又可以撞花 因为杜钾花的根势比较牵势 是比较容易出现死亡的一些现象 我们只要给它适用了 才能够把它的根养得壮实 根势养得壮了 它吸收功能强了 那么它供值的养分充足 这些花苞才会生长的庞大 那么我们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也就是一比一千 只要坚持每十天给它适用一次 三次以上 那么这个杜钾花不仅它的根势长得好 而且开花的品质更加好 一次性给它焦透 所以当我们的杜钾花开花之后 不要一味的认为要给它断肥 只是在它开花之后 要如何给它施肥 施对了肥 才能达到更加的效果 能够让它开得更加灿烂 花色更加鲜艳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杜钾花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